印度有太多的传统和文化 值得我们探索 而除了那些历史书上记载的 以及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这里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古代遗产 从无法解释的不朽神柱 到充满神秘的古代建筑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 印度最惊人的15个发现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15个 打石头仗 很多人都喜欢打雪仗 但你见过打石头仗的吗 印度中央帮有两个被一条河流隔开的村庄 这两村的村民之间有一个传统的游戏 每年都会在河流中央插一只旗子 两边再派出选手游到中间抢旗 抢到的队伍就获胜 而在选手游泳渡河的过程 双方人马会在岸边朝对方的选手丢石头 以此阻碍对方前进 最终演变成大家互相丢石头的景象 这个游戏的起源 据说是过去有一对 分别住在两个村庄的年轻情侣 在男生想把女友带回家的渡河过程中 被女生村庄的村民用乱石砸死了 为了纪念这对情侣 才有了互相丢石头的游戏 但夸张的是 这个游戏近年来已经导致至少15人丧命 有一年受伤人数甚至超过400人 当地政府为此头疼不已 他们曾想下令禁止这个传统 也曾提议以塑胶球来代替石头 但是都被村民拒绝 迫于无奈只能规定 不得使用任何石头以外的武器 比赛前一天禁止附近伤犯卖酒 减少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为了避免伤亡 当地政府甚至还提前在河边设立了急救帐篷 希望这种传统能以最安全的方式延续下去 第十四个 不朽神柱 我们都知道 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会生锈的 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现在 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攻克铁生锈这一难关的 但是在印度德里城附近的麦哈洛里 却有一根在公元五世纪 就以铸造而成的巨大铁柱 屹立了1500多年 至今都没有生锈的痕迹 被当地民众称作不朽神柱 整根铁柱高6.7米 直径约1.37米 用属铁柱成通体实心 根据铁柱上的范文记载 这根铁柱是当时为纪念孔雀王朝的詹陀罗王而铸造的 科学家研究发现 铁柱并非纯度极高的金属 它里面也有许多杂质 可铁柱的耐幅度却比不锈钢还高 这就意味着铁柱必然还有其他的奥妙 能够使得它千年不朽 一开始 有人认为古印度人掌握了一种神奇的冶金工艺 但很快这一猜想就被推翻了 因为同时期其他的铁制品或铁制建筑 并没有像这根铁柱一般千年不朽 后来也有人陆续提出了独特的气候 和寒灵化合物防锈的说法 但都无法合理解释这种现象 目前 许多人认为是朝圣者们网上涂抹的油 才导致这根神奇的铁柱千年不朽 第十三个 凯拉萨神庙 凯拉萨神庙坐落在印度的马哈拉士特拉邦 它是由古印度拉斯特拉库王朝的国王克里希那一世建造的 与许多从地面上建造的庙宇不同 凯拉萨神庙是直接从一座山的岩石上雕刻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同一块岩石 他们是一体的 想造出来这样一体成型的神庙 对施工技术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首先一次成型就要求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不能出错 雕刻每一个细节都要一次成功 而且很多研究者相信凯拉萨神庙 是用垂直挖掘方式开凿成功的 他们一开始就从顶端的大岩石向下进行切割挖掘 于是成就了地表最强结构体的神庙 古代工匠们既没有透视眼 也没有电脑计算 怎么能做到站在一块巨石之上 就能想象规划该有的尺寸比例 支撑构造 确立稳定性 这里但凡有一点误差 都有可能让整个建筑倒塌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不过是34座石窟中的一座 在神殿的建造过程中 有超过40万吨的岩石被挖掘运输出来 而以这一时期的技术 完成如此重大的建设任务 最少也需要几十年 甚至是几个世纪才能完工 但据科学家们的研究 这座寺庙只花了不到18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无论是谁在数千年前 建造出这些壮丽的洞窟 想必都不是一般的铁锤和挖凿工具能做到的 就像地球其他文明历史中 令人惊叹和难以解释的建筑物一样 总是在考古学家们之间造成不小的轰动 因为没有人可以说明真相 印度东北部梅加拉雅邦的小镇 奇拉彭奇是地球上最潮湿的地方之一 它坐落在布拉玛普特拉河南侧 东西走向的卡西山地南坡的一个带形山坳中 海拔1313米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 奇拉彭奇在1860年8月1日到1861年7月31日之间 全年降雨量达到了26461毫米 夺得了世界雨季的称号 除此之外 奇拉彭奇还保持着单的月内最大降雨的记录 1861年7月 奇拉彭奇的月降雨量达到9300毫米 这些雨水累计约有三层楼高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虽然降雨量充沛 但奇拉彭奇却仍面临严重的缺水问题 居民常常不得不长途跋涉才能获得饮用水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过多的雨水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逝 此外还有人类长期砍伐森林的缘故 在2003年左右 奇拉彭奇的冬天已经几乎看不到雨水 泉水也基本枯竭 在今天 奇拉彭奇的世界雨季称号 已经被附近的毛辛拉姆夺走 但它全年降雨和单月降雨量的世界记录 却仍然保持 至今也没有被打破 第十一个醉酒的大象 许多人都有过醉酒的经历 但你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大象也会因为喝酒醉倒 麻花是长叶紫金木的花 印度人常将其用于医药及酿酒用途 2022年11月 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村民在丛林采摘麻花时 意外发现存放发酵的麻花酒的罐子全都破了 一群大象却醉倒在黏土碎片旁边呼呼大睡 由于无法唤醒大象 而且也不敢过于惊扰这些大家伙 村民们只得联系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官员 在刺鼻酒精和吵闹鼓声的作用下 大象们终于站了起来 随后晃晃悠悠地走向森林深处 村民们一致认为是大象偷喝了麻花酒 而野生动物保护员却表示并不一定 认为他们也许只是凑巧在这睡觉 无意打翻了酒罐而已 第十个罗摩桥 罗摩桥在西方人口中被称作亚当桥 它实际是位于接近斯里兰卡西北的曼纳岛 以及印度东南海岸的罗美斯瓦伦岛之间 一连串的石灰岩沙洲 绵延48公里 在海面上若隐若现 在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纳中 罗摩王子为了搭救被魔王拉瓦那 掠夺到兰卡国的妻子希塔 求助于神侯哈努曼 神侯军团日夜劳作 很快就在印度和兰卡国之间 架起一道浮桥 罗摩王子通过这座浮桥 杀入兰卡国大战魔王救出妻子 从此这座桥就被称为罗摩桥 千百年来 罗摩桥作为神话故事世代相传于史诗之中 无人提出异议 也无人试图证明其真实与否 然而2002年4月 在美国宇航局网站发布的航天影像图中 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印度 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宝克海峡中 那道狭长的海底沙粮 它就像神话中的罗摩桥一样 把斯里兰卡和印度大陆连接了起来 于是印度各大媒体争先恐后地 报道了这个特大新闻 声称美国航天局公布的影像 证明了罗摩桥的存在 甚至还有人表示 根据在宝克海峡两侧的考古学发现 早在170万年以前 这里就已经有人类居住 然而很快就有一些知名历史学家 对此提出质疑 指出在170万年前 不可能有人类大规模在此居住 并且认为 罗摩衍纳 记载的只是一个神话传说 而在地质学家眼里 罗摩桥最有可能是当初斯里兰卡 从印度大陆分裂出来的时候 自然形成的 另外也不排除 是地面在板块的不断挤压下 逐渐上升后 形成了罗摩桥这种特殊地质构造 直到今天 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 仍然在继续提出不同的科学论据 以证明罗摩桥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遗迹 或者仅仅是自然的地质构造 第九个 巴拉巴尔石窟 巴拉巴尔石窟是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一组岩石洞穴 它们共有七个 其中最古老的洞穴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2到185年的孔雀王朝时期 它们由整块花岗岩雕刻形成 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两个房间 一个用来容纳信徒 另一个则供奉着装有设立的佛塔 洞内光线昏暗几乎漆黑一片 只有入口处才能照进些许阳光 走到洞穴顶头大喊一声 经过多次回响后 你会听到与自己所说话语 毫不相关的声音 时间长了甚至容易产生幻听 据说古代的苦心者们 曾在这里昼夜不停地诵经修行 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些难题的 当然也有说法是这种回音 能使僧侣的缠唱或宗教仪式更具神圣感 这些岩石洞穴的切割工艺 让考古学家们疑惑不解 因为即使是动用现代机械 要想开凿出像这样的洞穴 也必然要耗费大量人力物理 而且整个洞穴的结构 是绝对的几何对称图形 各种尺寸就像是用卡齿梁过一样精准 更别提洞穴内部的墙壁 还都被精心打磨和抛光处理 很难想象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做到的 巴拉巴尔石窟不寻常的特征 也引来了许多超自然爱好者的阴谋猜想 他们认为当时的技术水平 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程 非常有可能是得到了外来力量的帮助 甚至还有人提出观点说 这些石窟可能是古印度史前核战争的遗迹 它们被用来躲避核爆炸的冲击 虽然这些理论并不被科学界广泛承认 但不可否认的是 巴拉巴尔石窟至今仍笼罩着许多谜团 第八个 素食鳄鱼 你敢相信世界上居然还有吃素的鳄鱼 印度卡拉拉邦小镇库巴拉上的一座寺庙 一直因供养一条素食鳄鱼而名扬当地 这条被命令为巴比亚的鳄鱼 七十多年前突然出现在环绕寺庙的封闭式湖泊中 虽然关于它如何来到这里 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据说它现身后不久 就开始接受寺庙的米食和粗糖供养 素食鳄鱼的事迹也在当地引发很大轰动 信众们一致认为巴比亚是一条有神性的鳄鱼 之所以出现在湖里 是因为它是神的使者 虽然这一说法充满传说色彩 但七十多年来 庙方一直任由巴比亚在寺庙内游荡 但却从未有人被它攻击 不过即便如此 庙方也曾坦言 虽然巴比亚每天都在寺庙里 吃上两顿供奉的米饭和粗糖 但并不清楚 它是否会自主在湖中觅食 所以无法肯定它是一条绝对素食的鳄鱼 人与鳄鱼和谐相处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2022年 巴比亚突然被发现死在湖中 消息溢出让无数信众 与当地民众哀伤不已 纷纷涌入寺庙致敬和哀悼 第七个月亮景 月亮景是印度拉贾斯坦邦 齐普尔附近的一个建筑器官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到9世纪 大约深30米 由超过13层 3500个台阶建造而成 是印度规模最大的阶梯式水井之一 从外表看 月亮景设计非常精美 不仅井口宽敞的惊人 连下到井底都有楼梯可走 看上去像一个地下宫殿 又或是倒过来的金字塔 在干燥缺水的季节 井底会有地下水流过 人们可以顺着台阶来到底部取水 而在雨水丰沛的季节 地下水和雨水会装满水井 台阶上还雕刻着许多神像 壁画作品 可以说这个水井的设想 建筑和装饰都很宏伟 丝毫不输同时期的寺庙和宫殿 除了储水外 月亮景还具有多种用途 并在宗教或仪式活动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远万里而来的朝圣者们 也可以在台阶上取水 或者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 由于年久失修和地震等自然灾害 再加上殖民时期的破坏 月亮景一度沦为废墟 现在已经无法储水 但好在当地政府 在上世纪90年代 出资修整了这一历史遗迹 因为奇特的造型 月亮景也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 吸引许多游客前往达卡 世界星期大奇迹之一的太极灵 是印度最著名的穆斯林建筑之一 由莫沃皇帝沙甲汉 为纪念其心爱的妃子 于1631年至1653年而建 整座陵墓呈长方形 占地面积约为17万平方米 选取印度乃至中亚地区 最优质的建筑材料 如白色大理石、绿松石等 现如今已成为印度境内的一大旅游景点 除了作为永恒之爱的纪念外 太极灵也是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其中最著名的传说或者是争议 就是太极灵大约有20个房间被锁住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官方的解释是这些密封房间 完全由大理石制成 如果暴露于外界 就会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以及水分发生反应 生成碳酸钙、白色沉淀 也就是常见的食材反减现象 可能会导致围绕太极灵的四座塔楼倒塌 则是沙甲汉与他的妻子 合葬于太极灵地下的某个房间内 所以不被允许打扰 而关于这些秘密房间争议最大的 就是有人认为 太极灵其实就是一座被历史埋没的印度教师婆神庙 它被沙甲汉占领 然后变成了一座坟墓 并改名为太极灵 据说还有一些与太极灵维修和保养有关的人 曾看到古老的神圣师婆灵家和其他神像 被密封在厚厚的墙壁和密室中 以及在大理石地下室下面密封的红色石头 这些理由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科学依据 那就是太极灵的一扇门 经过美国实验室的碳14测试 发现比沙甲汉所在年代早了大约300年 自2014年开始 多位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先后积极发声 表示太极灵是末无二皇帝沙甲汉 在摧毁了一座印度教神庙后建造的 并且要求印度考古调查局打开这20个房间 以确定印度教神像和明文是否隐藏在那里 但为了避免引起两大宗教之间的教派冲突 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 目前政府不允许任何人参观这些秘密房间 因此我们无法得知真相 但可以预见的是有关太极灵的这一争议 依旧会持续下去 第五个 印度巨松鼠 印度巨松鼠又叫马拉巴尔巨松鼠 它是世界最大的松鼠之一 头体长度通常在25到50厘米 尾巴与之大致相同或稍长 体重在1.5到2公斤 个别个体甚至能达到3公斤 这些色彩鲜艳的动物 大约是它们的表亲 美国东部灰松鼠长度的两倍 它们通常是独居状态 在平均高度11米以上的较高树木筑巢 以此避免捕食者的侵袭 印度巨松鼠有多种不同的配色 也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彩虹松鼠 虽然无法确定印度巨松鼠颜色如此鲜艳的原因 但科学家们推测 五颜六色的外表 可能有助于它们在森林里伪装自己 根据一项研究 为了躲避天敌 印度巨松鼠可以在枝繁叶茂的树枝上 一动不动地待坐半个小时 直到危险消失 第四个 史拉瓦那·贝拉哥拉 史拉瓦那·贝拉哥拉位于印度卡纳塔科邦 这座城市以其众多历史悠久的寺庙遗址而闻名 这些寺庙雕刻石柱的完美抛光表面 和复杂的花纹设计 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精湛技艺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雕刻艺术之一 还被印度时报读者以49%的票数评选为 印度七大奇迹之首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些精美建筑是在一千多年前被创造出的 研究人员逐一研究了每根石柱 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的制作过程堪称完美 古代的雕刻师没有留下任何一处的失误 和现代的计算机模板一样精确 根据一些资料记载 建造这些寺庙的工匠职业各不相同 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 他们是怎么掌握这种高超记忆的 直到今天 考古学家对史拉瓦那 有人说血雨打在树木上会直接导致叶子枯萎 就像是烧焦了一样脱落 当地人严重认为这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征兆 但万幸的事与停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那血雨究竟是怎么回事 起初人们猜测 血雨是陨石爆炸后的沉积物染成的 有一份研究报道收集了世界各地的彩色雨水 大约36%是由陨石或彗星引起的 血雨含有众多金属成分 例如镍、蒙、钛和铜等 很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但后来印度政府组织了一次调查 科学家们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们认为血雨的形成 跟一种橘色、藻属藻类的包子有关 地球军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观众朋友们最相信哪种说法呢 接下来是我们的奇温一路环节 这是一段据称拍摄于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奇怪视频 一些人认为这可能只是几个赤裸的男人 在下夜跳进河里乘凉 但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几只大一点的青蛙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人的话 最右侧的身影、手臂长度似乎根本不合逻辑 这也让整段视频显得更加诡异 第二个 挂满人的印度火车 很多人都曾看到过印度火车挂满人的惊人画面 并且疑惑他们究竟是如何买票的 事实上在印度的一些偏远地区 由于人口众多 很多人根本买不到车票 的确有一种名为挂票的特殊购票方式 当然 随着印度经济发展 这种挂票已经逐渐减少 而且像视频里那样人群车厢内外 甚至顶部都挤满乘客的情况 一般只出现在每年的开斋节前后 并不是人们出行的常态 第一个 莱帕克西悬柱 印度到处都是装饰华丽的寺庙 位于安德拉邦莱帕克西的维拉巴德拉寺也不例外 该寺庙建于16世纪 至今保存完好 被认为是最壮观的皮射耶纳加罗寺庙之一 跟其他寺庙相比 维拉巴德拉寺的历史并不是最悠久的 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整座寺庙 一共有70根石柱支撑 其中69根都很普通 但有一根几乎完全悬空 几个世纪以来 印度专家试图揭开悬柱之谜 但始终徒劳无功 他们将其归结为脱离地心引力的杰作 一位殖民时期的英国工程师 试图通过移动柱子来弄清背后原理 但并没有成功 幸运的是并没有对这一股建筑造成损伤 当地人认为这根悬挂或漂浮的石柱是一个奇迹 谁能让一个细小的物体从它下面穿过 就能获得好运 因此经常可以看到游客将丝巾从悬柱下穿过 带你参观这里的导游也会做不同的事情 来证明巨大的石柱确实是悬挂着的 而非接触地面 从一些角度的照片来看 悬柱的一侧似乎有一部分挨着地面 因此一些人认为石柱本身并不神奇 只不过是整座寺庙受力不均匀 碰巧造成了这一根石柱几乎完全不受力 只需要一点点的支撑就能屹立不倒 但即使是这样石柱也应该有自身的重量才对 而且绝对不轻 游客们是怎么使丝巾顺利从下方穿过的 尤其要注意是完全展开后从下方穿过 而不是单纯从某一侧穿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印度最惊人的15个发现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